今天为大家做一道非常开胃的鸿蒙虾 蒜香容易非常的开胃哦 一大早六点半就跑去菜市场啊 挑新鲜呼噜蹦的虾 这里足足有一斤半的虾 然后那个老板说赞助我一斤啊 非常的好 非常的感谢他 买回家的虾 我们只需要简简单单的给他开一下背就可以了 这样竟能非常好的入味啊 也比较美观好看 然后我们配点黄瓜啊 把它垫在庞子底下 等下吃起来更不会那么油腻 开好背的大下来 我们七成油温给他下锅炸啊 炸至那个皮崩起来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起锅烧油 姜末 蒜末啊 小米辣 然后拿点剁椒辣妹子 给他充分的炒出香味来啊 然后我们加入点米酒 这样做的虾非常的开胃 非常的有味啊 吃多了白左虾 感觉没有味的就可以试试 把炸好的虾给他倒进汤汁里面 调入盐味胡椒粉 接着来点味极鲜 稍微给他提一下味啊 使那个口感比较丰富 然后加入胡椒粉啊 还有蚝油 简单的烧个一分钟啊 把那个汤汁给他收一收 看到没有 这个汤汁非常的漂亮啊 金黄金黄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起锅了 起锅装盘 开吃啊 我是五豆豆 请关注我 一步一步教您做江西菜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拜拜